救护车警报声大响 新北环块上高速即驶 正在执行车祸救护勤务 没想到意外就发生在下一秒 拖掉车高速撞了上来 救护车根本来不及闪避 造成车头全毁 换个角度来看 当时救护车行进新北环块 和环河东路口 还有警察出来指挥交通 所有汽车车 无论红绿灯都停了下来 让救护车通行 正当救护车要穿越红灯的瞬间 一台拖掉车 突然从左侧冒出直接撞上 那刚起步不久呢 就蹦了一身 其实也很快 也没有什么时间反应这样 对啊 那我们回过神来的时候 才知道被撞了 没有发现他 他下一秒就撞上我们 所以时速相当的快 那一刹那我们两位 都以为会没命 撞击瞬间力道强劲 警管系了安全带 两名救护员还是有轻微挫伤 救护车车头引擎盖 整个扭曲变形 事发地点正式通往新店的主要干道 救护车走在新北环块上 拖掉车从环河东路 往秀朗桥方向行驶 竟然没有立即让路 撞上救护车 遭法院判陪 新北消防局94万 听到救护车声音的时候 都可以减速 然后向外侧去 坐闪避救护车这样 听到远处传来救护车警示声 有些骑士驾驶慌了手脚 不知道该走该停 也不知道要往哪边让 如果是在单线道 要减速往外侧停靠 双线以上车道 则是内线靠内侧 外线靠外侧 重点是要控出中间通道 让救护车通行 脱掉车驾驶过失 没立即踩刹车 为了节省一点时间抢快 不但影响警销救援勤务 撞坏救护车 还得赔偿大笔金额 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陈嘉明温锡函 新美食报道